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實況的這款是 おうちでリラックマ 直翻成中文是再加拉拉熊 這隻熊在台灣有人叫拉拉熊 有人叫懶懶熊 他的日文就叫リラックマ Kuma就是熊 前面的リラ則是Relax 也就是英文的Relax來的 把這兩個單字加起來就變成了這隻熊啦 那我房間也有一個リラックマ的周邊 是我在路邊他買來的腳踏墊 我用來放在貓砂盆前面讓我家貓貓踩踏用的 所以我應該也算是個粉絲 我也很好奇這個看起來軟蒙的遊戲會是怎樣的內容 那今天就來實況看看啦 這款遊戲似乎只有日文版的 如果看不懂日文又很想玩的 也許也可以參考一下我今天的影片喔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喔 你回來了 來玩吧 我一回來就要玩喔 今天的懶懶熊們也是Ganky Bio精神滿滿的 大家都在等我回來的樣子 齁 所以他們是寵物嗎 好 那就馬上來跟他們玩一下提升親密度喔 幹嘛要摸摸他們嗎 在房間畫面可以選擇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入摸摸模式喔 哇 有八頁喔 這說明好長喔 關於摸摸呢 在TV模式下的話 按著ZR 然後用手畫箭頭 來操作手喔 就是把J ost對準著畫面按著ZR 是操作的重點喔 哇他這說明感覺很長喔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實際操作才會懂在幹嘛 還可以切換成手機模式啊 再來就可以跟他們摸摸了是不是 那我來試看看 ZR是這顆對不對 對不對 離我一下 我摸到它發光了 所以我要這樣一直摸它的頭嗎 在看電視了 我還要這樣子移動 移動攝影機 然後XY呢 還可以放大縮小 所以就是跟他們在房間裡面玩的意思嗎 摸摸摸摸 摸摸 它後面有拉鍊 糟糕了你們的夢是不是要破滅了 拉拉熊粉 它後面有拉鍊喔 所以打開它裡面其實是有裝一個大叔喔 你看你看 黃色拉鍊 我可以拉拉鍊嗎 我拉下來 拉下來 拉鍊 它該不會跟蹦蹦一樣吧 就是不要一直看我背後的拉鍊喔 你看 小隻的呢 小隻的也有嗎 小隻的呢 不行啊 它到底是生物還是只是一個抱枕 這樣根本就看不出來啊 好 我們到了摸摸時間了 可以摸摸它 然後 喔 我們還可以幫它刷毛喔 還可以戳戳 好 這個應該直接跳過了 我不想看說明了 太長了 摸摸 我摸到它的鼻子 然後它就打噴嚏了 真的假的 你有拉鍊耶 你還可以打噴嚏喔 那我可以揉你眼睛嗎 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們捏一下耳朵好不好 耳朵好可愛喔 旁邊的愛心是可以抓的嗎 來 拍拍頭 他說我摸得不錯 要摸肚肚呢 很舒服齁 喜歡被摸肚子是不是 喔 我又摸到它的鼻子了 是不是我可以這樣子嗎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感覺很舒服齁 喔 這個愛心很大顆喔 表示他很開心 喔 越摸越大顆耶 喔 哇 他說他心情覺得暖暖的 所以我們提升了一個亮表 所以我們跟他玩呢 就會提升這個亮表 那亮表在哪 喔 就是那個熊會越來越滿喔 因為那是茶壺是不是 這個貼圖的亮表 只要滿的話 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張貼圖喔 得到貼圖之後 我們就可以獲得一些道具 或者是發生一些事件 所以我們就盡量跟他們玩 拿這些貼圖喔 喔 這麼說來 Rilakuma的身邊好像冒出了什麼 你說那些小花嗎 我怎麼看到後面好像有香菜啊 剛才那個很大的愛心破掉之後 他的周遭就會暫時出現這個 有一些好像小星星的東西 在這個模式下就表示說他非常的滿足喔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 就算我們再摸摸他 也就不會再提升那個貼圖的亮表 為此呢 我們想要增加貼圖亮表的時候 我們要等他結束這個模式之後才可以喔 好吧 所以我們要等他變得不爽的時候 再來摸摸他喔 他已經很開心的就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應該是這樣子啦 Rilakuma他們生活的房間呢 他們會不定期的丟垃圾 天啊 真的是懶耶 我們只要收拾垃圾的話呢 喔 也會增加這個貼圖亮表 所以我們看到的話就來幫他們收垃圾吧 就跟我要鏟貓殺是一樣的 他們已經丟垃圾了嗎 喔 我看到了 馬上來撿喔 這個 喔 我一定要先撿這個就是了 好 丟垃圾 我剛才都不知道我是在摸垃圾還是摸他的腿 哇 還有這個點心金幣喔 點心金幣是我們要給Rilakuma他們點心的時候要用到的東西喔 我們獲得貼圖的時候會拿到這些金幣喔 或者是撿垃圾的時候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撿得到 好 我們就用這個金幣來給他們點心吧 我們要來選擇房間裡有的料理本 還要料理本喔 我們就可以給他點心 這麼方便 叫Fu Panda是不是 選擇之後點心就會出來 我們可以給一個人點心 或者是要給大家點心喔 哇 就是你可以偏心也可以全部都愛就是了 我們只要給他們點心就會稍微的增加貼圖量表 所以這個遊戲最大的目標應該就是要收集貼圖吧 就是增加貼圖量表來收集貼圖吧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點這個蛋糕吧 我看你怎麼吃喔 好 我們要給一個人吃嗎 還是給大家一起吃呢 如果我們只給一個人點心的話 我們就只要把點心拿到他頭上就好了 好 那我知道了 還要移到他的嘴巴前面才吃喔 天啊 還要人家餵 大家一起吃的時候跟一對一吃點心的時候呢 可以看得到不同的可愛 就是他們會有不同的反應就是了 所以不要怕偏心喔 好 給誰呢 是你嗎 你想吃對不對 這隻小雞也想吃對不對 你看 我蛋糕拿到哪 他們的眼睛就飄到哪 很想吃對不對 很想吃對不對 好 我們就來選中間這個吧 因為我對他背後的拉鍊很有興趣喔 旁邊兩個就直接翻白眼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這邊呢我們就要把蛋糕拿到他的嘴邊餵他吃喔 天啊 還要人家餵真是的 來 天啊 還要我這樣子挖 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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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好 稍等一下喔 喔 這是很大口很大口喔 來 給我吃 好吃嗎 天啊 他到底消化之後會去哪呢 他看起來也不用上廁所啊 來 最後一塊 最後一塊 來 吃 來 吃 吃 吃 馬馬ですね 私服的時間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他吃飽了 他吃了他最喜歡的火燭蛋糕喔 他看起來非常的幸福喔 可是他的臉好像都是1號表情 我是不太曉得哪邊幸福了 好 我們應該獲得一張貼圖了吧 拿到貼圖之後呢 就可以拿到一些道具 或者是可以看到一些 事件的影片 如果這個貼圖量表 他已經滿了 就算我們在跟他們玩啊 跟他們摸摸啊 給他們吃點心啊 也不會再增加了 我們就趕快讓他空掉 趕快 來換東西吧 他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子 做了啦 天啊 居然是上位者口氣喔 思想沉沉 有很多回憶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貼這個 貼圖了 我們只要獲得貼圖就可以獲… 好 這剛才都說過了 我們現在獲得 電子彈 我看的角度錯了 不好意思 應該是很可愛的東西 他是印章 哈哈哈哈 喔 打到水一就會看到他們這樣的一個特殊事件的影片就是了 什麼在做呢 你在幹什麼呢 他發現-啊~~ 啊~~ 你就這樣把他拉開了 開啟 也不能打開啊 天啊 打開打開 我好想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 拜託 讓我看一下 讓我看一下嘛 可惡 好的 莉拉Kuma已經吃飽飯了 差不多該運動流個汗了 運動就不叫懶懶熊了吧 哈哈哈哈 來選擇房間裡就有的Fitness蹦蹦 那是什麼東西 要跳卡莉怪妞的蹦蹦蹦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Fitness 關於Fitness 我該不會也要跳起來跟著他一起動吧 它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Course模式 Course模式應該就是它有一個完整的系統 可能就要跟著它把它做完 另外一個是Free模式 哇 該不會我真的要跟著動吧 天啊 好累喔 好吧 我跟他這邊說呢 我們第一次玩的話呢 我們應該先玩這個 蛤? 我們是要先練習就是了 所以我們要先選 他只給我們這個 Free模式喔 Oki garu trial 原來是 活動的名字喔 我想說怎麼看不懂這是什麼東西 蛤? 開始吧 喔 彩球嗎 是類似那種什麼 右手舉起左手放下的東西嗎 我要跟著音樂動啊 哇 是音樂節奏遊戲耶 天啊 所以我要配合那個 箭頭的方向 好 那它左下有一個示範的 我要跟著它一起動 好 好的好的 它這說明真的是有夠長的啦 來喔 我要幹嘛我要幹嘛 欸 它示範的太慢了吧 其實我不用看示範喔 就只有左右而已喔 嚇死我了 我想說這個示範 如果配合那個時間的話 根本就來不及啊 這什麼 要搖搖搖 要搖搖 一直搖一直搖一直搖 一直搖一直搖 嘿 是真的 能瘦嗎 哈哈哈 它還說做了一個好運動呢 真是的 騙誰啊 天啊 它這樣就累了 好吧 雖然我也不太想動 喔 我們又增加了那個 量表了 意外的流了一些汗嗎 好像是真的有啦 可以的話請每天玩一次這個模式15分鐘 哈哈哈 好吧 15分鐘也許真的會瘦 15分鐘很長 這樣想的人呢 就請你自己去自由模式 玩個5分鐘吧 我故意把它翻的口氣比較不好 喔 好 它說明終於說明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自由的玩了 喔 紀錄嗎 要自己紀錄嗎 喔 它有自動紀錄 好的 所以呢 整體就是我們要來增加量表收集貼圖 這就是這個遊戲的最大目的喔 好吧 我還是 對不起喔 你的拉鍊 我好想拉你的拉鍊 哈哈哈 能不能轉過去呢 喔 又到了摸摸時間了 可惡 轉過去好不好 它旁邊開始冒花了 我在仔細看它身上毛的材質喔 感覺好像這個毛有點硬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洗碗的絲瓜布 對不起啦啦熊的粉絲不要罵我 我只是覺得那顏色有點像 黃色這個看起來是不是 來來來 你過來你過來 它也是一樣的材質 但它看起來又好像哈密瓜喔 哈密瓜的皮 我想摸你的這個鈕扣 喔 它生氣了 那該是生氣的意思嗎 我剛剛是摸到它的鼻子嗎 耳朵呢 捏耳朵 捏眼睛 捏嘴巴 好吧 鼻子是禁區喔 那這鈕扣呢 鈕扣 喔 喔 哈哈哈哈 它會不會生氣啊 一直捏它 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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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握手收嗎 喔 它生氣了 它生氣了 好好 我幫它刷刷 刷毛 它不想刷毛嗎 刷肚子呢 哇 喜歡被刷肚子是不是 好 刷到你開心喔 欸 刷子刷眼睛啊 刷鼻子啊 刷耳朵 它完全不在意喔 OK 好 摸摸頭好了 它就喜歡被摸摸頭嘛 啊 幸福喔 所以 我們玩這個遊戲就是要不停的討好它喔 所以 欸 還有一隻嘛 還有一隻 就是你 就是你 來 過來 我倒想看看刷子怎麼刷你喔 喔 它頭上這兩撮毛 沙拉沙拉ですね 最好你的頭髮可以沙拉沙拉 才兩根毛 在沙拉沙拉什麼 沙拉沙拉 日文就是 頭髮飄逸的那種感覺 嗯 真是的 喔 喔 可以捏捏 喔 哈哈 哈哈 好像麻糬喔 天啊 好好玩 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長在那裡居然也會哈啾喔 好吧 那我來摸摸肚子吧 欸 摸肚子也不小心摸到它的鼻子喔 這判定有點難喔 因為它太小隻了 那我再往下一點 欸 這樣也摸到鼻子 太難了吧 這隻雞 這隻雞的 這隻雞的 毛髮的質料 好像也跟那個熊一樣 摸摸摸摸摸 摸摸摸捏捏捏捏 它說很癢啊 哇 好吧 這樣你也開心 這樣他們應該都很開心了吧 所以呢 這個遊戲是不是我 喔欸 等一下 你哪裡生出來的 哪裡生出來的 網購嗎 所以呢 我們就是 就是 可能每天就是打開來 然後給他們摸摸 他們旁邊現在都有那些花花的東西有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在摸摸它 也沒有用了 可能就是每天呢 這個遊戲就是開上來給他們摸摸一下 或者是呢 叫點心喔 喔 突然多了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我已經按下去了 那我們這次呢 就分給大家啦 來看看 分給他們吃的話 你是怎麼切的 有辦法切成這樣 分給大家的話他們會自己吃 如果你只分給一個人的話 你還要餵他 哇嗚 欸欸欸 那隻雞吃完就把刀叉直接亂丟在地上 他沒有放在桌上 天啊 喔 量表又快滿了 吃完就馬上有垃圾是怎樣 垃圾 垃圾 喔喔 哇嗚 他的耳朵 他的耳機是認真的欸 不是掛在臉頰的欸 所以我們還可以這樣子觀察他們 這隻雞睡在這裡 他都不覺得他旁邊有一個 他朋友的人頭嗎 這裡也是啊 他在看電視欸 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 畫圖 畫圖 他在畫圖 所以這個房間就是我們這樣子觀察他們 等於是跟他們生活在一起就是了啦 好吧 這個遊戲大概就是這樣子玩了 然後我們還可以這樣子放大 看他們在幹嘛 天啊 你們兩個在幹嘛 然後 你的拉鍊 你的拉鍊 為什麼有一個彎彎的聲音 喔 他在玩這個木嗎 我實在對這個拉鍊太好奇了 裡面到底裝了什麼呢 好啦 那我今天的實況就先到這邊啦 我再來試玩看看 就是看接下來我們再拿到貼圖 還會有發生哪些比較特別的事件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咦 我們下期見 我一次看了 我… 我來… 我…